我來訂一個題目 跟所有演講者的題目都有關的 都切切相關的 就是這個題目 為什麼 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跟所有 這一個大會辦的 都有關 為什麼 為什麼 來 各位同學 拿起你的筆來 把資本市場圈起來 打星星加閃爍 為什麼 你要畫個 錢 就是錢 我今天講的就是跟錢有關 就是 教各位學院如何去 募資買 你要走向資本市場 對不對 我們要創業 就是跟錢有關 那為什麼錢很重要 應該 你知道嗎 人情 愛情 友情 沒錢就是無情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你也知道一件事情 成功的公司 白白總 理由太多了 Facebook Apple 都很成功嘛 對不對 可是失敗的理由 只有一個 哪一個 對 來 誰答對 我跟你講 我比較喜歡走互動式的 的那個 我跟你講 你互動你發問他 我送你電動牙刷還可以洗臉 因為 因為林所長找我來 我如果講不好 我明天就沒辦法再賺點獎費了 所以我要把他講好 理由是什麼 沒錢 對 沒錢 你記得聯絡我 就是沒錢 所以我為什麼會叫你說你要勸起來 星星加閃爍 很重要 沒錢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 新創公司 什麼Stanford回來的 我們回來的 我們投了他六百萬美金 我們去評估之後 一年就 收得差不多了 這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跟你講 那 再來 偶爾你把它圈起來 也是花個錢 加個兩個腳印 為什麼 因為很多學生會來找我 為什麼 問我怎麼找錢 所以為什麼要叫你圈起來 你可以來找我 你可以告訴你怎麼找錢 因為有個台大的學生 他一直募資一直募資 可是我覺得他很有意義 他說他後來被上次公子把他 買走了 然後最近又錢又燒光了 我說你就讓他 墨擠掉好了 你被他綁個幾年之後 你再出廊 也不錯 所以這個挺重要的 那 我給你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介紹一下 我自己不是告訴你說 我很厲害 不是 我只是告訴你 有幾個重點 你知道我是什麼科系畢業的嗎 我是高雄鋼專 模具科 什麼叫模具科 沒有這一科 沒有這一科 我媽媽媽是做家庭美髮的 做家庭美髮的 做家庭美髮的 很多的東西都需要模具嘛 對吧 你應該都知道 你叫有型的都需要 包括 現在做那個 Cell Car 這種都需要模具 對不對 說很小 是嗎 地區那也是射出模具出來的 不是嗎 應該是吧 所以模具科是很厲害的 我只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而且 這個學歷 不是不重要 可是 不要什麼都看學歷 也不要覺得自己學歷差 就不能創沒有這回事 你也知道 那些大老闆學歷都不足 啊 我們去觀察 好像都是這樣 所以我念到博士學歷太好了 大會有大成就 所以 你 還是要就是說 有基本的學歷 可是 最基本的 我覺得告訴你 做事情要堅持 要勇於挑戰 那剛剛我們真教說 我模具科 後來我是念教大 教大完之後 都被他騙來北宜了 一路就睡在辦公室 後來就當了院長 院長後來不小心的 因為我都睡辦公室嘛 每天早上 都去 游泳池 就是洗澡 因為我都睡在辦公室 為什麼要 因為我是家在高雄 你知道我那時候我記得我來北宜的時候 2003年 一個月的薪水 六萬零五百八十三 數字好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每天 我住外面 在北宜那邊 就要花掉八千塊 後來租就把他推掉 就睡在辦公室 沒有地方洗澡 北宜廁所沒有消炎 就去游泳池 想要去游泳 順便洗澡 有人想問我說 我剛才洗澡 我澡堂是全校最大的 沒有人比我大 對啊 沒錯 為什麼跟你講說 我去一路從 助理教授 睡在辦公室 睡到我的院廠室均勢 結果後來創投就來找我 就拿了五億來給我 需要投資我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可是這過程是 告訴你說 其實 某方面你是 要有所禁止 要禁止 不容易 下一頁 下一頁 來我今天跟你講的是 這個 學校創投 跟團隊 你是跟錢有關 所以你把創投圈起來 花個錢 創投是跟錢有關 下一頁 因為我的時間是講到 時間是有限 我這裡跟你講的是說 這個人的一生嘛 對不對 一直都在跑 我不知道你跑到哪裡 應該是蠻前面的 因為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針對帥哥美女年輕人 因為你還沒有創業 希望你鼓勵你創業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一路都在跑 應該是沒錯 反正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怎樣 大家 大家都應該最後掛在牆上 只是以後可能不是照片是QR Code 沒關係 基本上就是 陳柯華你知道嗎 陳柯華是我們校的他是演科的 跟一個人你應該認識叫做火文友 他說一個排射巨塔 知道嗎 一起 陳柯華 他也是作家嘛 所以他講得非常好 醫者 不好意思我都一直按錯 醫者的可不可以透過生命探索 豐富生命本身 大家應該國會都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這裡告訴你 這是 2021年公佈出來的 薪水的漲幅大概是這樣 可是這個是日本跟你講的 可是這個是日本跟你講的 個人價值的認定跟企業 商業價值的競爭力 這告訴你一件事 鐵飯碼已經慢慢 但你可以選擇你要做鐵飯碼 這不是問題 可是 自己要去想一件事情 大家到底是 適不適合鐵飯碼 以後還有沒有鐵飯碼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大陸有七萬的 數字網 在送外賣 請問大家有去過大陸的舉手 有些是去參加研討會吧 應該是吧 不是去做生意嗎 應該不是吧 我想應該不是 我想應該不是 我為什麼問你說你有沒有去過大陸 因為 如果你有去過大陸跟他做生意 你就要記得一件事情 狼與虎 你是綿羊他是狼 我們去做生意有個大老闆 他是這樣跟你說 坐下來 對方就跟你講一件事情 請問你叫什麼 姓什麼 薛 薛董 我是大陸人 我是歐董 薛董 我告訴你 你在大陸做生意 要成功 你就 維持一個原則就好了 他說 你們台灣人是小騙子 台灣人你是小騙子 可是大陸人是大騙子 所以你小騙子 不要想要騙大騙子 你騙不了他 你懂嗎 所以 在大陸的台商其實 你會看到很多都 光鮮亮氣 包括我們牙科 我們做牙科的 開始我們連鎖牙科 事實上背後都沒有賺錢 為什麼 某一天某個書記就帶人來 這個什麼 你沒有收錢 而且又來 誰誰 你沒有收錢 所以後來都沒有賺錢 所以還是 繞著這個錢 所以這個問題 很重要 所以你要自己要搞清楚 零工經濟的崛起 其實零工經濟早就有 在哪裡最昌盛 共產國家 最明顯 如果你有去過俄羅斯的 有去過俄羅斯的 俄羅斯的 俄羅斯的老闆 有那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被載過 我們去 那個司機在你到 在你到 他下班之後 就是在到公司之後 他就出去外面 繼續接客 然後老闆再回來接 因為很多 在以前 俄羅斯更嚴重 共產國家 是不是這樣嚴重 因為零工經濟的崛起 所以現在很多 知識變現 有樣變 這應該你都知道 所以有很多人當網 有吧 所以 這 你也可以走這條路 所以群眾募資也蠻 蠻熱門 兼差打工 這個是目前的現況 可是 我們來想一件事情 這個 變則蠢不變則 本來是網 這是那個 北京大學 嚴富講 他那時候講說 變則蠢 不變則網 可是我覺得 網太沉重了 沒有辦法 你可以去忙下去 沒有問題 你可以去忙 OK嗎 那變什麼 找到 找到 那一批 就是莫言強 找到國 對不對 找到你的 智光也想要做什麼 好 那我就 提的這件事情 每個大學 或是每個 做研究大概都是 人家說 在追求這個STI STI是什麼 有學生就跟我講什麼 叫Stupid Sitation Index 對不對 大家就在追 每個學生說 幾篇啊 我們北約在追求2000篇啊 什麼 可是 到底有幾篇是 創造的 Benefit Sitation Index 你創造這個 這個 市場的利益的價值 所以我就在這裡跟大家 分享一下 就是說 這個產自然 你要走到 產業 你要 survival 下來 事實上是 經過一段路 你看 你發表文章 paper 你會走過平順的路 你會走過彎路 才生存下的就是產自 所以他是很辛苦 這中間非常的困難 所以研究轉應要提高 自我 研究產業化的價值 這個我跟你講 你可以把它圈起來 產業化 你就在旁邊寫什麼 你知道嗎 技術可行性 技術可行性跟商業可行性 這是必看的 如果你要創意你一定要搞清楚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技術可行性跟商業可行性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縱使創投來評估你 他也看了這兩件事情 什麼是技術可行性 什麼是商業可行性 我們家 再來說 我把它圈起來 好 那 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可是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零跟一 零到一 一到無限到 這阿拉拉你知道嗎 張峰這個阿拉拉 阿拉拉你知道嗎 他賺了很多錢 可是他每次上考驗他都贏 這兩個學者都輸了 可是最後諾貝爾獎他總算贏了 為什麼 因為專利都在這個人上面 他產品化 所以他都贏 那個諾貝爾獎為什麼有給他 因為他是 一開始 理學的一個發明 所以這非常重要 所以你自己自我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一開始的專利保護什麼 你當然都要注意 就是 後面我們可以另外 針對這個再講 那我講到這裡 我是告訴你說 你處處都是支援 什麼是處處都是支援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研究者 事實上是很木納 都守沾海都在做 就是 不大喜歡 跟人家有互動 這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現 事實上做研究 你說做研究很複雜嗎 因為我看今天有學生 研究 對不對 你覺得做研究很複雜嗎 會嗎 其他人的務都最少 為什麼 很簡單 很簡單 你看Paper 你看 這什麼Paper嗎 把他撕掉 踩他罵他 他都不會告你 你現在當老闆 三不五時就說他要檢舉信 就要告你 呃員工怎麼樣 老機法就來了 你還不能給他file 然後他 怎麼樣 不行 什麼都不行 所以這是不一樣 那 告訴你 什麼是處處是支援 我要告訴你 告訴你什麼 當一個旅社運動 你真的要創業 那種你的同學 如果成績不好 你要跟他好一點 真的 搞不好他是很好的業務 我發現業務都 成績不會太好 或者後來他會變大老闆 那在這裡 這一頁我是告訴你說 因為很多團隊的一個 研究產業化 這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叫什麼 你的技術可行性 商業可行 你要有市場性 人家才會投資你 那在你的技術 不能太差 等下人家會問你 那 衍生資本化就是什麼 就是 再把錢拿出來再劃一下 這兩件事情就是這樣 可以嗎 好 那學界求益 產業求同 什麼是 學界是求益 因為別人沒有發現的 你去發現 發表 Nature Science 這是 很多人追求的 那一塊 可是產業是求同 為什麼 我們常去看案子的時候 包括政府你要 掛牌的時候 他還是會摘你這一點 產業是求同 為什麼 因為 大家有控制我到底要走哪一條路 我要發展哪一個產品 那有可能 就是說 這個 這個薛董 這個 他技術很好 他會很多 他可能會五個 可是問題你現在身上就只有一億啊 你沒辦法發展五個啊 那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做切割嗎 我選三個 我選兩個 對不對 你要做切割 所以產業要求同 要團隊要去求同 那這裡我就跟你講 分享就是說 你要 會拼圖 拼圖是什麼 如果你有一個公司 英雄彈珠團隊 所以你有團隊 對不對 你可能需要去 比如說薛董 的公司很好 他看到我 我不錯啊 我歐董的公司不錯 他要來個快 就是把我 買下來 要買下來 那你就要注意什麼 你把它拼圖圈起來 就說 合理性跟必要性 這是上市櫃必看 合理性跟必要性 你要拼圖 你要去併人家 你併了這個公司 你到底會不會 增加你的Value 為什麼 為什麼他問你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 因為 你併了他 你要加分啊 你併了他如果 因為 比如說你是上市公司 我去買了一家 沒有上市公司 我買了等於他也上去了 所以政府會看你的合理性 跟必要性 這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就開始講創投 一開始的創投會決定 你後續的投資人是誰 我請教 請教你 你姓什麼 你好 你同學 今天 曾教授身上有醫 他覺得你 你主要是做什麼 你主要是做什麼 助理 我說你研究 研究是什麼 好 譬如說你是做 幹細胞的 曾教授也覺得你技術很好 他要投資你醫 同樣今天 國台你說 你很好 投資你醫 你要選哪一個 你要選他嗎 你會選他嗎 你會選他嗎 一種 一種就是 永久性的創投 一種是暫時性的創投 我講的就是讓你不要聽得懂 永久性的就是 我賺錢是沒有分的 他會 創投台灣是已經 通過 創投 的一個機制 投資公司是可以 掛牌 股票上市 這就是他沒有分錢 他賺了這個錢之後 他繼續一直滾 來投資 所以這個對台灣的 這些新創事業是好的 對年輕人 各位俊男美女 要創意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有一直 他上市嘛 市場上資本化有錢 他可以一直投資大家 那另外一種是 比如說我跟你 這個林董 薛董 歐董 我們都一人 客帳也 三個月 我就投資 這個是 郭董 他技術不錯 我投資力 我也好 可是我七年後 我就要 儲分掉 我可能四年後就儲分掉 我就要跑了 我要賺到錢 我就要走了 這種就是 不是永久性 你懂嗎 所以你要去 慎選 你的一開始的創投 很重要 所以我告訴你 一開始的創投 很重要 我都一直到此 錢跟你講 好 那選擇創投 因具有的特性 是什麼 我覺得這 非常好 誠信 朴史 頭後管理 支持到底 誠信 朴史是什麼 你講的 你講的 就是按著那個走 這很重要 頭後管理是什麼 誠 這一個事情 頭後管理 因為一般 為什麼經營公司成功機率 很低 為什麼 我們發現很多的 什麼史丹佛啊 什麼回來的啊 他還是失敗 比如說我們 有投資六百萬美金 一次 他一年後 接著又要再募資 你去看他為什麼 頭後管理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錢燒太快就崩潰 就錢燒太快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新公司 新創的團隊 比如說拿到錢之後 他沒有好好的控制他的崩潰 崩潰知道嗎 就錢燒的速度太快了 比如說他 他 比如說 去 有人投資了 你一億 他可能會覺得一億很多 他就不會問他做什麼 第一個 太發散 第二個 導致他 他 錢燒太快 那燒太快你就 沒有錢 沒有錢就我剛剛跟你講的 公司 失敗的原因就是一個 沒錢 那為什麼你會沒錢 為什麼投資人 不再投你 就跟我剛剛講的 很有關係 如果你一開始你的投資人 不是 郭台銘 不是一些知名的創投 人家會看啊 看你的一開始 引力學的創投以外 那再來就會看你的 什麼 技術可行性跟商業可行性 都是我剛叫你圈起來的 這幾點有沒有 就會讓我回來再看你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分類很重要 所以 這裡很重要 就是你的 分類 就錢燒的速度很重要 什麼叫 支持到底 如果 他投資你 他應該會規劃你 就是說 你依據哪一年 要規劃 走向IPO 要供發上去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沿著Milestone走 這很重要 他可以支持你到底 你就不會 後 就不會有後顧之用 就可以繼續往下 走研發 這很重要 那 這個 施政隆先生講的 就是 共創價值 誠信 誠信 很重要 其實你可以 去聽一下 張宗某的演講 其實你知道 公司要成功 有一個 最重要的 理由 就是什麼 就是誠信 等一下我要跟你講 問個男生好了 好不好 您 您姓什麼 王 王董 今天 有人要投資你1.5億 一個投資15億 一個投資5億 一開始投資你1.5億跟15億 你會選哪一個 今天有一個創投來要投資你1.5億 一個要投資你15億 一個投資5億 你要選哪一個 15億對不對 15億嘛 15億的舉手 為什麼只有你 15億 沒關係啊不要客氣啊 15億嘛為什麼你選15億 蛤 資金比較過對不對 其實第一個 你要看 品項 第二個是什麼 最重要是什麼 他是一次性給你還是 分 分段給 這很重要 今天 今天如果 他15億 一個投資你5億的 我一次5億 給你 15億的 我跟你講 我先給你2000 你要選哪一個 你要選哪一個 沒關係你沒有做過生意 沒關係來 我們慢慢來 今天我 告訴你說 我要投資你15億 可是我一開始先給你2000 我先看你做的怎麼樣 跟我一開始 我答應你說 我要給你5億 我一次到位給你 現金5億 你要選哪一個 對嘛 對嘛 應該是一次選到位有幣嘛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創投對你的技術是 對王董 就是 有信心 對很重要 有信心 對吧 要有信心嘛 再來是 因為你有足夠的錢 你就可以 往Milestone一直往下走 可是為什麼我剛剛跟他講 15億 不是越過越好 因為你給了你15億 你後面你IPO 你賺不到那個錢 不行啦 你EPS上不了 你 記得嗎 不一定有 不是說投多就是好 所以要看你的品項 多少的size 是適合的 再來 最重要的是 如果他要投資你是要一次到位才是最好的 不要分斷給錢 因為分斷給錢的問題會到最後就是 他就是 借人家錢 你會發現有時候借人家錢 這個林董 我辛苦了 我欠一萬 你才借了 他就說 他很好 我借人家沒問題 跑掉了 對不對 比如說借錢跟投錢 是那種 一股 那一股 這不錯 那一股很重要 但要有信心 這蠻重要 所以錢 是一開始給主事 比較好 那 我創投選擇 投資案的 最在意的是什麼 最在意的是什麼 ABC 技術的舉手 選B的舉手 選C的舉手 我發現選市場的比較多 我跟你講 你有市場有技術 對不對 有團隊三個選擇 可是他告訴你 現實行 投資是這樣 這個陳董 一表人產 技術又好 對不對 我投資他 投資隊的人 投資隊就成功了 百分之七十 因為我如果投資他 他這個人 半路走了 你認為 你有技術有市場 還有用嗎 這個人走的 這個key person 走就沒有用 所以創投他很在意你投資的 這一個key person 你團隊的leader 是誰很重要 你懂嗎 所以是這一個team的leader 是 關鍵 可以嗎 其實我覺得 你們蠻辛苦的 所以我告訴你一個mini 好不好 這沒有跟我很好 我不會告訴你 真的 因為你真的要想創業嘛 其實因為我 有一些大老闆 有招我幫忙看案子 我分享給你聽 他們看三千東西 就我剛剛已經跟你講 一個看技術 一個看財務 財務 第三個看什麼 來 來 那你發問 我送你電動壓縮 可以洗臉的喔 電動壓縮還可以洗臉喔 你去查一下 趕快 我們去發問 答錯了 這麼送 長相 很好 答錯了 人品 很好 答錯了 行坐 你講的有一點 站到邊 送你 來 趕快 他站到邊我就送喔 趕快 這真的很重要 誰說的 這個 同學有前途 我跟你講 所有的大老闆 旁邊你看 郭台銘老闆 上部就是 光工 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出去 談生意都是 都有帶著那個 你懂嗎 真的我騙你的 因為我們去看案子 我是看技術嘛 就有看財務的嘛 因為我的評估都是用A B C D 比如說他技術是A 就寫 我發現那個算命的都沒看到人 他只看他的 幾年幾月 這個人喔 我告訴你 因為投資人最擔心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投了之後 比如說我建議你 我投資你兩億 你賣的時候就照這樣走對不對 投了之後 他就沒差別了 我就照我的意思走 你懂嗎 你沒有按照他 你那時候承諾講的走 那錢可能就 就燒掉了 對吧 我發現那個算命的說 這個人 我告訴你 很固執的 一吼 你通常他 你跟他講沒用 真的 我發現真的 這是大老闆 蔡老闆叫我幫他看的 或許知道誰 不小心 難以的 真的真的 就很準 這旁邊這些 這些算命的真的很厲害 我再講一個我們公司的例子 我們是那時候 我們是鑽石投資我們無益 他就一次投資我們無益 一次到位喔 沒有分喔 一次到位喔 那其實那時候我是去跟他募款的 我要去跟他募2000萬 因為我要蓋口腔學院 我要募2000萬而已 結果我就募了無益 可是他是 他是跟我講說 因為 蓋個口腔學院要8億啊 你還是蓋不起來啊 對不對 他就說那我投資你無益 你出來成立公司 那你要蓋幾棟口腔學院都可以 其實我一開始我想他騙我 他糊弄我 結果他 很有誠信 我覺得鑽石就很好 他第四天就打電話給我 我說 歐雄 我服役已經準備好了 我在那邊說 我說 我是這條詐騙 詐騙集在 因為從來當教授根本沒有什麼 財務概念 你知道嗎 歐雄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在開會 我說 好好好 他準備好他跟學校 談怎麼簽約 我說 好 我就掛掉了 掛掉了 他就說 這變笑 結果學校就打電話給我 說是 怎麼樣 所以 我告訴你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投資 這個 五億 他不是隨便 因為後來我們公司 選那個地點 是集團派一個命理師來幫我看 他挑一挑之後說 這個 你財務長要做哪裡 你做哪裡 他跟我講完之後 歐雄 你這裡做一下 我跟你講 你這個怎麼樣 你連大運有16年 怎麼樣你什麼時候要注意什麼 全部都幫你講 所以也就是說 大老闆投資你的時候 一開始他就幫你 幫你看 懂嗎 所以事實上你還是 要注意一下 平常有信仰 還是 仰兄愛拜拜 你如果是基督徒的 其實 就是 多討告還是有用的 我只是跟你講 事實上 的確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 這個創業 因為現在年輕人 但 時代在改變 這是我們北一的董事長 他就是漢頂 創投 他比較有名是 他是第一個在 大陸北京開那個 Starbuck 就是他 他是牙醫 那他告訴我們說什麼 決心創意應該有個 他的專一 抗壓 不留後路 因為你留後路 你大部分就是 我做失敗 我就再回來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 他跟我講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院長 我那時候當口腔學院院長 同時我們就要成立 醫工學院 校長一直叫我 當院長 同時去代理 醫工學院院長 那同時當這個公司的 那個 總經理 那時候現在 當總經理 因為校長 講嘛 我們就配了 因為學校 也是需要一些績效 那麼董事長就說 不要 不要 他說什麼 你專心做一件事情 都不一定會成功 更能弄腳踏要幾道床 有沒有道理 因為 不大可能 我後來出來 創業之後發現 真的不可能 因為 做院長 跟 做事業是不一樣的 做院長不會看財報 你相信嗎 為什麼 因為每到每年 快年底的時候 學校應該說 歐院長 你那個錢還沒有花 然後要幫我來 好 不然我再問你一個 我跟你講 真的 不會看財報 那個 這個 曾教授 我問他 你知道學校的教授 你問他 你實驗室一個月 發水電話多少 他知不知道 絕對不知道 不然你回去問你的老師 看他知不知道 絕對不知道 只會說 學校很摳啊 我後來 出來開公司之後 每天 什麼要關啊 都要省 因為 賺一塊不容易 省一塊比較容易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這個是那時候 投資人跟我講 我送給你 因為我跟你很好 我跟你講 為什麼 我講給你聽 那時候 他投資過武藝的時候 他只跟我談著 五分三十四年 因為我有習慣跟大老闆 那個我會計時你知道嗎 我根本董長也會計時 我出來說 多久你知道 他跟我講什麼 他說 這個 你一輩子 沒幾個像我運氣這麼好 有人要拿五億給你花 不用還 因為你有可能會失敗啊 所以他才去算命 只是我不知道他有算的 他偷偷去算了我不知道 他說我投資你五億這樣子 可是他有可能失敗啊 他說 我拿五億給你花 沒幾個 你有拿五億要給你嗎 如果 有人拿五億給你 你要不要試嗎 對不對 同學 王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出來是 因為所以這叫 因運而生 趁勢而起 所以要把握機會 可是如果你在那時候 錯過之後 有可能 就沒有錯過 因為那時候的 Timing真的不錯 其實我剛跟你講的那個 ABC一個 1.5億 一個15億 一個5億 剛好是我們的弟子 碰到那個 我們這個 一個拿15億 可是他是勿資 所以他是騙人 所以我們沒有選 所以我要告訴你 好 那 領導者 這個 很重要 一定要記得 要三個性 相信 深信自己所選 愛你所選 你相信他 你就要 堅持 自信是什麼 我跟你講 你創業一定很多 我們看出來 一定的 一定的 我那時候剛才說 我那時候 做不起來啦 還用騙去啦 什麼都會講你 可是你要 堅信不贏 還有同行 資源 這是什麼 你的團隊 這非常重要 你要相信他 來 團隊分配比例的原則 這個 才具人善 才善能具 就是說 團隊每個人都 分得到技術 補分都分得到 可是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要記得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 我還有多久 我已經過頭了 OKOK不好意思 那我就跟你講一下 衍生公司 誰負責吸引 誰就是最大股東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老闆 你就是最大股東 因為市場上 你就會砍 你懂嗎 好 這個是我最後跟你講的 成功失敗 關鍵 只有一個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沒有錢 沒有錢 可以嗎 同行資源 不違貴 這個要記得 再怎樣都要感謝那些投資 這是我會修這張圖 我把這張圖 掛在我的公司 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一開始來自於北 因為我北宜撐著他 有了這個公司 我只是在這裡 我們都要在這裡 還是有人造主比較好 包括這次創投 我也是 謝謝 謝謝各位